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東橋推薦的 上野最強攻略 上野是購物的好地方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阿美恆丁的藥裝 零食肝貨超級齊全的二木管子 販賣零食跟乾貨的百貨公司 多慶物也是值得一逛喔 這是在上野比較新的百貨公司 Taruko還有複合電影院 上野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標 身後方的京城上野站 是聯絡成天機場 以及東京市區的非常重要的鐵道 上野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轉運站 從這裡要坐車到東京都內的各個地方 都很方便喔 上野這邊有很多飯店跟住宿 是一個很方便的區域 現在我們要介紹上野市民的觀光景點 一個厲害的就是這個 上野恩施工園啦 不冷池還是上野恩施工園 非常重要的景點之一 而且阿池畔也圍繞著不少的櫻花樹喔 這邊在三月底的時候 也是賞櫻花的好景點喔 像我們來的今天 已經有超多人在賞櫻了 上野周邊也有很多神社 比方說湯島天滿冬 冬天的時候梅花很漂亮喔 還有不冷池旁的變天堂啊 晚上也很漂亮喔 變天堂前的餐島啊 也經常會有很多食物的攤販喔 還有五條天以及花園稻河神社 還有五條天以及花園稻河神社 這裡是建造於明治二十九年 也就是1896年的和氏與陽氏的建築 然後呢這邊的庭園啊也被列為是 都立文化遺產九庭園的其中之一喔 上野這邊也有幾個不錯的博物館 比方說我身後方的東京國立博物館 這是國立科學博物館 這邊是國立西洋美術館 不用入館在室外就可以看到一些美術作品了 上野有不少知名的當地美食 像是我後面的炸豬排山家 我們也很推薦上野陰墨阿塔利 這裡面有很多古名家所改建而成的餐廳 另外我們也推薦馬如哈的居酒屋 烏鷂鷂的銅鷂燒 好好吃喔 以及碰多本家的圓祖炸豬排 以上就是東橋推薦的 上野最強攻略啦 我是包波 我是蘇文 大家下次再見 以上就是東橋推薦的 上野最強攻略啦 非常有的 刃 謝謝 謝謝 真的 謝謝